9.1 选战逼近 近日原乡也传出极起会选事件 原住民选区已经有少数候选人遭检调查办 中央单位都在紧盯着 民间也发起反会选行动 原乡买票情形到底有多严重 争取干净的选举进入最后倒数 上帝百姓圣结选举 不会选不买票 不会选不买票 上帝百姓圣结选举 我们说现在台湾的选举常常会选的事情 买票卖票的事情很严重 甚至在部落里面好像买票这件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甚至有的人会指明说 谁谁谁都给了 为什么你们还没有给 其实对我们教会对基督徒来讲 这个不是一件公义 那这不是一件公礼的事情 那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展现基督徒的信仰 让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去展现一个真正在选举里面和谐的 而且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本书讲关于107年9月19日指挥新竹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恒山分局以及新竹县市调查站 查获新竹县坚实相谋理信村长候选人及其配偶 于今年7月间在新竹县恒山相谋餐厅 每逢选举 云乡部落都会传出汇选事件 就像一般的选举的人 候选人 他会在选举之前他会去找你 可是当他选上了你想找也找不到 那这种汇选的结果当然 就像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那选举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公务上的事情 到路上的铺路什么 他可以给你很多的承诺 可是一旦你选上了 那几乎是你 你根本看不到这些候选人做到了什么 那在部落里面常常会有一种想法 反正你也不可能做什么嘛 那我就期待那一次的 会选那一次的买票嘛 那你起码有给过这一个 那后面的那会不会做什么 其实部落有的时候是很冷的看待这样的事情 9月底 新竹县尖石乡就传出两起汇选案 检调单位紧盯原乡不是没有原因 根据法务部资料显示 107年汇选及暴力案件 总数多达2300多件 而在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 已经受理17件相关人等30人 而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则受理6件 相关人等7人 而会选的手法主要是赠送礼品 或是用现金买票 全阵子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换那么多次的乡长 就是我们秀林乡就是这样 以前的选风就是没有选你选不上 有钱的选上 一届四年的乡长任期 花莲秀林乡乡长换了五次 就在距离年底选举不到五十天 第六任乡长蔡光辉宣布就职 在代理的时间 一定会在上级政府的指挥 进步之下 跟秀林乡公所同源尽心尽力 为乡亲服务 花莲秀林乡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罕见记录 四年任期换了六任乡长 第一任乡长李春风因设会选 一审被判当选国校 他敢在2015年9月底审辞 再度投入补选行列 这期间 当时前花莲县长傅昆琦 指派黄国洲代理五十二天的乡长 同年11月14日李春风又选上乡长 不过李春风二度就职后 隔年7月再度 因为同一件会选案遭罪高法院判刑三年半 持多公权五年定验 判决他当选无效 要解职入狱服刑 傅昆琦改派蔡瑞光代理 不过蔡瑞光疑似因为处理台泥场 燃烧废人胎问题 跟县府意见不合 遭无预警撤换 随后县府改派李继生代理 但李继生被查出涉入理想大地案 花莲代理县长蔡壁仲 因此改任命造职人员退休的蔡光辉 担任新任代理县长 全阵子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修理县的回馈基金 而且在这里开发 尤其是矿区 亚洲水泥 台泥 还有电力公司 我们这里非常多的回馈去金底厢工作 所以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弄到 一定要当前代表村长 乡长 他们是为了这个绿意 亚洲水泥的新城山矿场 在寿林乡开挖快40年 而当地太鲁阁族人 凡亚尼黄窝土地运动 也已经超过20年 亚尼窃占元宝地的问题 与湘公署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 监察院仍在持续调查中 秀林乡汇选问题有多严重 根据当地族人透露 曾经在一次乡长选举 听过用一万块换一张选票 即使是湘民代表选举 最少也有两千块换一张选票 我认为说 那个是一次两次选举的问题 这是要可能要长期经营的问题 因为就秀林汉万荣来看的话 他的这个传统就是 你很难有一个候选人 他可以有绝对多数的票数 很多的时候甚至是相对多数而已 那么尤其在这两个地方 讲句坦白话 那个地方利益纠葛相当的严重 我们先不谈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问题 地方利益的纠葛非常严重 那这个涉及一些工作的一些分配 涉及一些 尤其有一些像 还有很明显的一些回馈金 一些经济资源的一些分配 那一般大概都是这样子 你选举一开始的时候 你讲很多理念 可是到最后我们会回归现实面 会回归现实面 所以现在我们秀林汉 现在每个候选人都非常的趋劲 就是要转型 要转型这个不买票的政策 就是这样 只要买票 一定要抓 送到监狱 选举利益 错综复杂 不止原商地区 这次九合一选举 也传出有大笔境外资金流入 有意影响选情 我们只能说境外 境外资金流入 那至于是不是 多少流从中国大陆 从中国那边过来 我们现在不能证实 因为还在查证中 它可能由假帝到乙帝到北帝 这个流通信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选举前的14天左右 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真的要下 或是真的要做这些东西 应该就会在这一段时间 甚至在选举前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希望 在用这样的一个 比较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能够去告诉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知道 汇选这件事情不对 年底大选 检井全台加强反汇 及扫黑行动 原商选战激烈倒数 五党参选人数暴增 在政党和利益之外 能否还给原商一个干净的选举 我们拭目以待